第十二題 阿瓜跟阿傑嘗試兩個實驗如右途所示 甲乙兩開放裝置反應經過一段時間後質量會如何變化 這題要考的是質量守恆 但是質量要守恆必須要把所有的質量都算進去之後 才會反應型的種質量等於反應後的種質量 假設Cm3加大理石會產生二氧化碳 它瓶子是開口的所以二氧化碳會跑掉 因此它的種質量應該會變小 後面的乙呢是剛潮濕的鋼絲絨 那這會生鏽會跟氧化合 可是你在原來計算的時候 並沒有計算到它跟它化合的氧 所以呢你的質量應該是會增加 所以第二十二題問我們說 甲乙兩開放裝置反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質量會如何變化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A 甲會變輕乙會變重